創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大家好我是孟辰老师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昨天价钱股价指数跌了130点 当时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谈说 这个五月份的行情 它就是一个盘整盘 它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所以下跌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涨上来你也不用太悲观 太乐观 所以你就看到说 昨天跌了130点 今天马上又大涨了250点 又还给你了 所以盘整的格局就是这样 你在一个这种整理的时刻 它没有方向 可是呢 指数就在那边来回震荡 去做一个洗盘 那之所以会经过这个洗盘 就是说 行情准备要转折之前 它才会出现这种 来回的去做震荡整理的走势 所以呢 过去你都看到 哇 指数这样大跌一段 跌得好恐怖好恐怖 对不对 但是我们希望说 我们用心去感受一下 如果你用心去感受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最近的下跌 它已经没有那种延续的力道了 反而呢 你只要跌下来 就会有买盘帮你做拉伸 跌下来自然有买盘帮你做拉伸嘛 所以它在反复的测试月均线 最后它就过去了 它最后就会过去了 当它过去月均线 未来扣底值在扣底底值 行情自然怎样 欲小而不易 它就开始温温的涨 慢慢的涨 涨到后面呢 涨到可能来到一个 相对高涨区的时候 才会有人告诉你说 现在要来做多 但是底部你没有进场 你未来涨上去的时候 你才想去追股票 那就来不及了啊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整理了一份资料出来 我说2018年到2022年 你每一次遇到指数修正的时候 你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叫做看到未来嘛 所以我从过去呢 我整理这个包括中美贸易大战 包括中美第二次的贸易大战 甚至武汉疫情爆发 本土疫情爆发 航运之乱跟这一次的回挡幅度 我都把它整理出来给你看 那你要看的就是说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里面 最大最大的一次跌幅 这四年来最大的就是在武汉疫情嘛 那武汉疫情当时跌了30个percent 是全市场最恐慌 大家最悲观的时候 可是呢 当你经过那一段之后呢 其实它也是让你赚最多钱的时间 因为后面家庭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 光那一段的涨幅高达107个percent 高达107发 所以你跌得越深 你未来弹幅的力道自然就会越强嘛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 这一次呢台北股票市场呢 因为战争因为封城 因为升旗的关系 它跌了16个percent 但是你跟所谓的武汉疫情相比啊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恐怖 我想问问看大家 当时武汉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全世界的经济完全暂停 整个都shut down下来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都是很悲观啊 甚至经济成长率是负的10几per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 疫情慢慢解封 大家都要恢复正常生活了 所以造成了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呢 它是属于一种短期的现象 那对经济来讲 确实有影响 可是你想看 跟所谓的武汉疫情相比 哪一个比较严重 那绝对是武汉疫情嘛 所以当我的修正幅度 已经来到中美贸易大战的 这个位阶了 你觉得它还有多少的跌幅 自然相当的小啊 那我居然跌了这么多 我未来反弹的力道就会很强 那我说未来还有没有空间 绝对有啊 因为你从整个加权股价指数来看 现在才反弹4%而已嘛 它才反弹4% 那如果从过去的经验 中美贸易大战台股反弹19% 第二次中美贸易大战反弹19% 甚至呢武汉疫情反弹了18% 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当时的这个航运之乱 它也反弹了15%嘛 那你说现在呢 这个格局上来讲 很多的股票它要涨 只是刚开始而已 都只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哦 那我也从资金的流向跟大家谈说 我们如果从外资的动向来看 你可以知道资金正在回流 因为从新台币的升值走势来讲 以前大盘在跌的时候 新台币都是贬值 往上叫做贬值 往下叫做升值 就很简单 那你居然在贬值的时候 外资一直汇出 一直汇出 一直汇出 当然股市要涨也难 可是这个趋势已经改变了 从原本的汇出 开始进行到汇入嘛 那外资它现在正在备齐粮草 准备要来大干一场 简单来讲 我说外资他们很坏 他们每一次在这种 就是把钱汇进来的时候 他不要先买股票 但是我们的政府有规定 你汇钱进来 你就是要买股票 你不买股票 你就出去 因为你不能朝汇嘛 但是我今天外资汇进来 我没有说我马上要买啊 我可以选择一个时机点再下去做布局啊 所以当他在汇进来之后 他手上的钱满满的 可是他在等一个时机点下去做切入 那我开始在买的时候 股市自然就上来了 所以以前卖压非常的重 我之前跟大家谈卖压很重的时间点 像这个啊 一开始台股再跌的时候 卖压很重对不对 外资的卖压很重嘛 但是卖压它已经慢慢开始在减轻下来了 当我的外资卖压开始在减轻 就代表说我能卖的已经不多了 那我能卖的不多了 慢慢的他变成一买一卖一买一卖一卖一卖 有没有 那这就是一个盘整格局的展现啊 自然就会进入到盘整盘 可是呢 他现在的资金越来越多了 当我的新台币开始去做升值 他手头的上的钱越来越多 那这些钱一旦进来的时候呢 他要买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嘛 资金的流向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那现在的金流告诉我的是 未来有一批外资的钱 他要买股票 他一定要买嘛 这是规定啊 那如果我要买股票的话 我会首选哪一些族群下去做切入 那不用讲 第一档股票一定是所谓的台积电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谈说 5月10号我们下去买台积电 当时买在505 我会买它是因为它出现了破底长红棒 BIOS来到负5.3次 这个叫做极度恐慌啊 这太悲观了嘛 那我出现极度恐慌的时候 我会做回撤 可是我不会跌破 不会跌破 未来要去挑战越军线的反押 这是我当时跟大家预测 台积电的走势 所以你就看啊 台积电这段时间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回撤回来 再突破越线的反押 当我突破越线反押之后 它开始进入震荡整理哦 那今天又回到越军线之上哦 那重点是扣底值的位置哦 扣底值再扣三天就要扣底低值了 那我军线开始转为翻扬向上 那我一旦军线开始翻扬向上 你觉得台积电的股价会怎么走 所以以台股来讲啊 其实有很多被低估的标的 那当然很多人都很期待 台积电要跌到500块钱可以买 500块钱以下可以买 那甚至有人看到200 有人看到300 那我是认为说 这些人 这些过去的 这些所谓市场上的专家 他们都把过去的数字 来评估一档股票 这是很大很大的风险哦 我们怎么讲 因为这十年之内啊 台积电出现了多大的改变 我们要去思考这一点啊 我说台积电以前哦 它是一个晶圆代工厂 虽然它技术很好 可是它不至于怎样 取得世界第一的地位嘛 一直到苹果的加持之后 开始带动台积电 有了技术转型的能力 它才成为世界第一啊 那我成为世界第一之后 你觉得它的股价 还有可能跟以前一样吗 现在英特尔三星 他们苦苦追管都追不上啊 那台积电的实力 它只会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它不会落后给他们 所谓的三星跟英特尔 它会独占嘛 那既然我是独占的地位 你说股价来到505块钱 没有太便宜嘛 这是价值方面嘛 价值方面的评估 我说以500块钱的台积电 505块钱的台积电 它的市值才12兆 那你光台积电手上的无形资产 那些专利技术有的没的加起来 就已经高达13兆了 那股价完完全全低于价值 不能买嘛 绝对可以啊 那外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啊 洗盘洗到最后 它也要开始去做拉台嘛 它也要把它买回来啊 那你买台积电 自然会带动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开始往上冲啊 所以包括了创意 为什么有人在偷嘛 金流比为什么会大幅增加 这有原因的啊 我既然台积电会长 台积电的子公司自然也会好棒棒啊 那台积电要进入3奈米时代啊 那每一次奈米转换的时候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设计 对不对 你7奈米的东西跟5奈米的东西 本来就不一样 5奈米跟3奈米也不一样啊 那你不一样 你要重新再做 那你能找谁 唯一有这个所谓的IP制程能力 跟所谓的设计能力 跟所谓的产能的就创意啊 就创意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台积电 3奈米的制程 它开出来 一部分留给创意 那我创意呢 我其他人要做 想要开发出最先进的晶片 我一定找他 所以当我在找他的时候 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就先买股票 先买股票 金流比就产生讯号 当他产生讯号之后 大盘再跌 他率先回到月均线之上 我说这种股票要买嘛 买点是对的 后面创新高来到527 后面创新高来到531 后面创新高来到555 后面创新高来到574 大盘再跌呢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一路的往上拱 价差已经来到84块钱了 但我没有叫你去做追价 我说这种股票他可以做长线 你要用长线的角度去看他 他未来会创历史新高 甚至还会比历史新高 还要来得更高 但前提在于说 你的买点要是对的嘛 就很像我刚刚谈的 我说台积电 它有空间 可是你要在那个低档的位置 你要敢下去 你要敢进场 创意也是 在那个位阶点上面 你要敢下去做布局 否则呢 你等到真的涨上来了 比如像说 涨到574块了 好多人告诉你好棒棒的时候 你去买它 它不会涨了 因为它要去做洗盘 它要去做震荡嘛 那我认为它还有空间 你要知道什么地方 还可以再去做加码 我们第一笔买在490 我后面还要再加码布局 因为我看的创意 是它的未来前景 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这种好的股票 好的公司 你要懂它 你要懂得怎么去做操作 同样的有一些个股 它在低档 一样有人在买的 我说创意当时有人在买 台积电的关系 它带动半导体的 台湾半导体的升级 所以同样的 在半导体设备当中 在半导体材料里面 包括旺系 它也是一样嘛 金流比从300跳升到前期 那这一根大量藏红棒出来 大盘再跌 它为什么可以逆市长 而且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我说这个位置 它未来会越过嘛 同样的 我没有叫你去追 量缩回来 下去切啊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大盘还在越线之下 它已经先上线了 那你想想看哦 大盘回复正常的时候 它有没有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被突破上去了嘛 那这段时间谁在买的 外资啊 外资一路的敲 一路的敲 一路的敲 那它未来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非常亮眼的嘛 所以这种个股 很多是涨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那你不知道 你当然不敢买 不敢买呢 你就错失一个商机 错失一个很好的行情 所以股价的下跌 指数的下跌 它是一时的 可是个股之间不一样嘛 每一档股票 它有它的价值存在啊 那台积电会涨 创意会涨 旺系呢 它也会被带动起来 那这些股票会涨 最主要一个原因 是什么 苹果嘛 苹果呢 它9月要发表新机 可是它在发表新机呢 通常都会有一波 凭概股的行情 那我发现到 最近也有资金在买了 那资金开始去做回流的时候 像有一些个股被低估的啊 像这个台郡啊 台郡呢 金流比从500跳升到前20 大盘呢 才刚上线而已 它已经突破约线了 而且昨天有大量资金在买 这个股票就可以去做注意哦 9月份苹果新机发表 台积电为什么会涨 因为9月要发表新机的嘛 台光电为什么 也是一样哦 苹果的9月份的新机 也要发表了哦 它也是率先回到月薰线之上的股票哦 金流比从600跳升到100 有趣哦 整理时间这么长 我讲实在的 他们的获利能力都不差 但是股价来到这个位阶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维持节奏下去做布局 当外资回来的时候 我认为平盖股半导体也是他们的首选 那同样的 如果说做这种股票 他们都属于一种区间盘整 或者是说他们的空间可能不会 大概有三五成的空间有机会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到 就是那种真的标股 中小型的标的 这个就需要一些方法了 这个方法就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研究了十多年的时间 我发现到说量比价先行的道理 所以有很多的中小型股票 它为什么会涨得比大型股胸 因为这些股票 它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存在 比如像说三幅化 它为什么会涨 当时去年9月份我们买三幅化才67块 你现在看到的三幅化 它是180几块 对不对 那在60几块前 你要怎么发现三幅化 同样的模式我们可以再做复制 当时我告诉你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金流战法 理由很简单 因为金流战法 它可以帮你去挖掘很多潜力股 这些潜力股 它们都有些特色 有人在买 有资金偷偷在做进场布局 自然 后面有一些很亮眼的故事 所以同样的模式我们再复制 你要找到未来的潜力股的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分析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介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介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 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台股直播视频现场 我是孟诚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刚刚跟上半段 跟大家谈说 外资他要回来 对不对 那外资回来 他会带动一个市场的信心 他开始去做回复 那同样的 有很多的 大户 主力 中石户 他们也会因为 行情的好转 陆续的回流 那这些陆续回流的资金 他们呢 不会锁定大型的全资股 去做操作 他们会去锁定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潜力股 但是 你要怎么先知道 很重要吗 假设说 我知道一档股票 他未来有爆发性的成长空间 那我会不会先买 我一定会先下手 我先买的 可能慢慢的收 慢慢的收 偷偷的收 收个五张十张 对不对 慢慢的一天一天收 收到后来我就很多了 那我很多的时候 开始棒上来 利多出来 股价开始喷 这个是不是每一档潜力股 它的特色 所以这种潜力股 比如像说三幅化当时 为什么会涨就是这样 你在这段时间 有没有 原本默默无闻的股票 量战比突然出现改变 从1500跳升到前300 这种股票 以前不知道 没有人在买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大量的钱 开始去做布局 那这些去买的人 他是笨蛋吗 不可能 他一定知道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他知道有故事 他先做动作 他做动作 我只要等他回档的时候 比如像说拉回 有没有 我在这个位阶去买 我跟他差不多 我的买点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所以后面呢 他就怎样 涨了178%上来 67.4元 买83.1元 再加码 棒上来 Everybody 带我做这支股票 大家都带到翻过 每个赚到翻掉 那你说大型股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讲实在的 他比较少 因为呢 这些外资 他们会去发报告 当他发报告之后 就会出一个目标价出来 那我出目标价出来 其实基本上 他就有一个天花板的价格 卡在那边了 他就有一个天花板的价格 那你所有的利多 大家其实都知道 所以每一家公司的营运前景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种股票呢 他会 只要价差太大 他会有反弹 可是呢 你要赚到那种翻倍啊 就是几倍的获利 难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才会创造一个 叫做金流战法 挖保潜力股的雷达 有没有 那这个做法要怎么做 你要知道 哪些股票 他没有涨之前 外资还没有买之前 就已经有人偷买了 这叫做循环嘛 这叫做每一档股票 它的特性嘛 主力大户一定走在最先 因为他们的资讯 比外资还要前面 比如像三浮化最近 外资开始在发报告啦 那他的空间自然就小啦 那反过来呢 他在67块钱 有人会去发他的报告吗 没有嘛 绝对不会有人讲嘛 所以同样的 包括我们在买金彩科 也是如此 像这种股票對不對 金流比从1100 跳升到157名 这个叫做排名的概念 我原本呢 在台股1800档股票里面 我排量呢 排100 1100名 现在跳升到前157名 有大量资金在买對不對 以前默默无闻嘛 后来成为天下支啊 那我在买的时候 我发现到了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你的买点是对的有没有 隔天亮灯涨停 后天再来一根亮灯涨停 大家最喜欢的涨停板就出来了嘛 所以呢他就创高上来 再创新高 连续两天涨停之后 第三天再涨来到32% 然后呢5月19号再涨来到38% 然后呢到后面5月24号创新高 来到32块钱涨幅40%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获利了结嘛 我说先赚个40%可以啦 那我们接下来找下一档潜力股 下去做布局啊 那我卖掉它我也不是看坏它啊 那今天来到34块钱啊 那我也不是卖到最高点 我不是神好不好 但我知道说我的操作就是这样 第一档下去买 上来之后怎样 差不多获利了结 乖离过大 我们先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我获利了结出来 我自然有资金 可以去做下一档的布局嘛 那我不是看坏它 等到未来它来做拉回的时候 我自然会再把它买回来 但是这个前提在于说啊 你要买这种股票之前 第一个它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如果这个股票 下一档股票 它一样有一样的讯号出来的时候 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精彩客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三幅画 所以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都是等股票涨上来 有沒有 哇 创新高之后才告诉你 这支股票会掉 可是真正最好买点不就在这边吗 它还没有涨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会涨 这样你才会赚得到钱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有很多的标的 其实有人偷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这种股票呢 未来自然有爆发力道出来 比如像说8069的元泰啊 很多人在空它對不對 超多的啊 卷支比拉升到51%啊 但我说你空它很危险喔 为什么很危险 因为它的金流比已经排名到前一喔 那我股价在下跌 它是走量缩回档 那我量缩回档 未来它会继续涨耶 所以你就看到8069的元泰有沒有 大盘再跌的时候 它创新高了 你说大盘有回到月线吗 没有 它居然已经先创新高了 那是它基本面的问题吗 不是喔 我也不认同它 苹果会用它们家的电子纸 我也不认同啊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呢 筹码是真的嘛 金流是真的嘛 就是有人真的在买啊 那你说我为什么股价会涨 因为有人在买它就涨了 这就是金流的奥秘啊 真的很神奇啊 那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谈过的像什么 巨庭有沒有 当时跟大家讲26嘛 然后包括昌泰也是啊 当时跟大家讲50嘛 包括龙哲科也是啊 这个股票 讲实在的工具机产业多久没有人再说了 可是你想喔 6609龙哲科有沒有 这三档股票里面 龙哲科还好 没什么涨 创新高而已喔 可是1539的巨庭呢 哇 然后呢 包括1541的仓态呢 它也创新高啦 那你说这种股票为什么会涨 就是有人在买 有资金布局嘛 所以同样的模式 我们要再做复制啊 有些个股像这个第三代设备 第三代半导体藏金设备 金流比从500跳升到100亿 这个开始有人在偷买的股票 当然我们要找买点来去做切入嘛 所以呢 金流战法的奥秘在于说 它能够挖薄潜力股 你要怎么做到挖薄潜力股 你就要有雷达 你要有方法 所以不知道怎么挖潜力股的 欢迎广告时间拨通电话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先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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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平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